三花一波又一波 台東富岡漁港掀起巨浪 中台山土耳截至上午8點 中心位在俄嵐比南南東方海面 大約250公里 以每小時9公里慢速向西北溪移動 近中心最大風速相當於14級風 氣象鼠也在週一凌晨2點30分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冒浴不眠下半天以後 它開始才會有比較向北轉的角度出現 甚至到星期三的上半天 才逐漸極可能從南部北上 氣象鼠預估山土耳的暴風圈 將在下午處路碰到恆春半島 但陸地點則可能落在高坪一帶 不過變數還很大 而高坪恆春半島以及東南部一帶 凡是颱風中心經過的附近區域 都有可能出現12級以上的陣風 南嶼綠島則可能有9到12級強陣風 海邊也會有明顯浪高 除了南部的山區之外 整個宜蘭宜蘭的區域都是這次降雨的熱區 特別是有機會在10月1號到10月2號之間 一天就下了將近1000mm的累積降雨 山土耳於自行大轉折 詭異路徑影響台灣的時間也將拉長 周一大雨大多在東部 周二南北部地區也開始降下大雨 周三起整個台灣除了中部平地之外 幾乎全都自爆 東北部甚至自到發白 周一蘭宇及花蓮縣和平村大廳鄉地區都已經停止上班上課 屏東縣也宣布恆春等六個鄉鎮下午也停班停課 周三則是全台縣市都可能達到放假標準 也就是說雲林到屏東 宜花東等八個縣市 有連放兩天台風假的機會 山土耳來勢洶洶 全台防台工作都不可輕忽 記者 張照 彭曹文寧 台北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